编织是原住民的最爱 也是强项对筑马作为材料 日前回忆编织在吉安浩克艺术村开展 邀请了15位织者共同展出 汇集13个部落8个族群的作品 展现织者在织一条路路上的各种预见及学习 导出一个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在萨古尔及其马丽云部落文件站长者们 传统歌谣音唱及热情舞蹈中 有车展人徐国华与织一条路织部团队 共同展出来自8个族群 共13个部落的织部作品 Banaguz回忆之路 日前在吉安浩克艺术村揭开序幕 除了三个部落文件站有开始学习织部之外 然后让简易之具用最快的时间 让部落知道说可以短时间有一个成就感 然后再来就是建构我们萨奇亚族的原住民知识体系 还有它的色彩学 还有就是我们的数学相关的一些知识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介绍这15位知者13个部落 我们以部落为出发 让这些人回到部落成为部落之中里面的一群知者 然后让知道这个工艺编织这种东西 它是每一个部落的家庭都是需要有的技能 这展人徐国华表示 此次深入萨古尔七齐马里云部落坐田野调查 与文件站长者们情意编织记忆 共支出申取传统文化的作品 共邀请了15位独具一格的知者共同展出 为了鼓励复兴族群文化 文化部寄出高额奖励金 我们新年春落计划刚好在受理其案期间 那最主要是可以奖励最高一年可以奖励到120万 我们欢迎更多的年轻朋友来给我们文化部提案 他们是透过就是三个部落的青年 一起在不论实体上面的开会 或者是线上会议 共同去附赠他们自己传统的记忆 我觉得这个跨族群的合作 其实在东部的青年来讲也是比较少见的 编织是原民的最爱和强项 多以柱马作为材料 从单一颜色到用植物做染料 让编织更丰富 在注入土腾后 编织更有了故事和文化 期盼唤起族人自我认同 邀请更多部落青年投入编织世界 为原民编织注入新生命 记得掌方眼前相报导